應該說其實在前面 每個人的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是給他們一個目標 就是說抓點啦 就是判斷一下風向這樣子 其實第一趟我們是有機會拿下來 只是可惜沒有去做到 然後就是說 每個選手他進去決賽局的一個 被風受影響的程度又不一樣 再來就是說 在現場的時候他的一個風刺氣候不太一樣 所以每一位選手拉起來的時候 一個風量不一樣 所以才造成說 會有左右跳的一個出現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在第一趟第二趟 其實是蠻有機會的 那其實選手也沒有受到 信心也沒有受到動搖 只是說就是點的部分 我們沒有 確實花了太多的時間一直在修正 所以錯失了一些機會 那最後一趟人家確實是設的比我們好吃 就沒話講這樣子 對那所以說我們可能在個人賽的部分 可能要記取這個教訓 再好好再去調整一下 其實我覺得三位選手其實都不錯啦 我覺得都不錯 就是說在場上 其實他們是很敢的 去射這個劍 然後就是很有信心的去完成動作 那其實在動作信心程度上面 我不覺得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說就是說 像前面講的風影響的部分 那就是說刺訓還是一樣 就是說保持比較穩定的一個成績輸出啦 然後 宇軒跟紫翔在第一場其實表現得不錯 然後可能在第二場的時候 有稍微再跳了比較多的劍 那這個部分也是就是說 他們要再去加入他們自己的一些經驗之後 要繼續這樣一個面對這種大賽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調整 那再來就是也要再有信心一點去面對這樣子 對 我也是希望就是說 他在 以這個 目前團體的這個 設的一個氣勢來講 繼續延續到 混雙的部分 包含個人跟混雙 因為我們 個人的部分明天都要出賽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 他們 不要回形 然後再調整一下 然後再去 面對明天的個人賽的部分這樣子 很簡單 很簡單 都有其實 在這方面 有一天 他 поскольку 現在有很多 空間 好